- 新闻股市传逐趋势 - 掌握理财脉动大家一起发发发 -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 酒吧喜欢台FM98.1财经一路发 -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 我是阮木华 众所瞩目的台积电法说会的结果出来了 - 去年台积电的纯益达到3511.3亿 - 真的很会赚 - 这个EPS创历史新高13.54元 - 是历史新高 - 那平均每天赚9.6元 - 那今天台积电收盘股价是上涨3块 - 收在220块半 - 涨幅1.38% - 今天大盘涨25点 -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积电一档股票所贡献出来的涨点 - 3块钱差不多涨26点左右 - 所以大盘如果今年台积电没涨的话 - 大盘应该是收平的了 - 大家关注的并不是去年台积电赚多少 - 而是今年台积电的情况如何 - 所以下面的讯息更关键 - 针对今年全球半导体景气的预期 - 台积电是保守的 - 台积电的总裁魏泽嘉表示 - 今年全球经济预期会比去年下滑 -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 预估今年半导体的产值扣除记忆体 - 仅较去年成长只有一%而已 - 金元代工产值大概跟去年是持平的 - 台积电它预估是微幅成长 - 因为台积电在张周谋时代 - 张周谋董事长在退休前讲说 - 在未来五年台积电平均每年的成长 - 都可以达到5-10% - 恐怕这个说法要破功 - 张周谋总装退休的第一年 - 台积电就要破功了 - 当然这个并不是魏泽嘉这些人的过错 - 而是整个全世界景气下滑速度太快 - 魏泽嘉说台积电本来定出的每年成长目标 - 是5%到10% - 但是今年恐怕会比这个目标 - 还要来的低 - 也就是说成长的幅度可能会不到5% - 台积电本季的营收展望是很保守的 - 预估今年首季市场的需求是全面疲弱 - 加上库存高 - 预估今年首季营收将季减达到21.9%到22.9% - 这个季减的幅度蛮大的 - 超过两位数达到两成以上 - 所以现在目前台子期的盘后 - 受到这个利空冲击是下跌26点 - 跌幅0.27% - 摩胎子跌更多 - 摩胎子现在目前跌了2.6大点 - 跌幅有0.7% - 刚刚一度摩胎子还跌了有1%左右 - 那当然台子期盘后下跌 - 不见得是台积电完全的因素了 - 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电子盘也下跌 - 小纳查克指数跌0.44% - SMPI指数跌了0.36% - 道琼跌了0.3% - 好,那针对 - 今年第一季的台股情势 - 以及台积电今天最新的法术会 - 好,我们今天请到了资深证券分析师 - 杜金龙大哥 - 杜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 杜老师你好 - 木啊兄好 - 各位听众大家好 - 杜老师这个台积电的法术会 - 您看完的时候是觉得怎么样 - 大概是在大家议期啦 - 因为今天两大报 - 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 - 就有说刊登一些外资 - 对台积电的一个看法嘛 - 所以他就有一些打一环针 - 就说1Q大概会衰退20几%左右 - 大力观差不多也是这样 - 差不多,大概是大家的议期 - 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有一种东西 - 就是说先打一环针嘛 - 公民讲说真的不好 - 如果真的那个法术会的资料 - 那符合议期 - 那就会有一个议期作用 - 大概是这样 - 所以来讲的话 - 他器人来讲 - 整个法术会后来公布的一个资料 - 我看一下 - 刚才出来有看一些新闻稿 - 就是说4Q已经说串心高 - 那EPS刺高点 - 那今年来讲是上半年比较不好 - 下半年比较来得好 -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 这个虽然会正式的讲 - 可是是说配股有可能会提高 - 会提高 - 那我们看到前几天 - 工商好像是哪个报纸有讲说 - 可能是八块半嘛 - 比这几年的七块八块来得高一点嘛 - 这是大概整个台积电啦 - 所以刚才孟华兄有讲嘛 - 今天大盘涨都是台积电的涨幅 - 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天OTC跌的比较多嘛 - 就要跌的大概是0.43嘛 - 我们大概看台股的话 - 除了台积电这个前置股王以后 - 我们看一下OTC - 今天开稿走低 - 那像蓝坦虽然小涨 - 可是日本股票市场也跌了0.2 - 那上海本来是涨 - 可是尾盘也是跌嘛 - 沙巴尾盘0.42嘛 - 香港也是沙尾盘 - 沙尾盘嘛 - 所以来讲的话 - 今天虽然我们虽然有小涨 - 可是整个来讲 - 来看的话整个还是看国际股市 - 而且我们最近的话盘是有一点很奇怪的东西 - 都是涨一天跌一天 - 没错 - 如果说美国涨的话我们就跌 - 美国跌的话我们就涨 - 交替来的了 - 交替来就是这样轮流在那边打底 - 那这个是我们大概目前短信 - 而且不只我们涨一天跌一天 - 我们的肋骨还很奇怪 - 就是说有一阵子涨平盖 - 这一次在涨那个所谓的MOSFIT - 在前几天涨那个 - 二极体 - 前几天涨PCB - 这一阵子从低价的瓶盖先反弹 - 但今天像台积电还有鸿海 - 这高价的瓶盖又开始反弹 - 这是大概在做一个打带跑类骨的一个轮动 - 有可能我个人才有可能是因为你生下九天就长假期的一个效应 - 那以前按照台湾长假期来讲 - 有很多主力他认为 - 除了盘市我也确定的会大涨 - 不然的话我大概尽量把这个钱锁回来 - 大概是这样 - 所以这个类股里面大概 - 我们可以看到它轮得很快 - 有的是昨天涨的股票今天就跌嘛 - 都是短线行情而已 - 短线而且这两天涨的蛮多 - 隔天有的还打到跌停板 - 像今天打到跌停板就锁起来 -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看这个盘市里面会有 - 可是有的股票还算不错 - 好像有的金融股里面 - 又看到它如果有做多它就会 - 不管盘市你呼涨呼跌 - 可是它慢慢会走高 - 大概是我们从这几天的盘市可以看得出来 - 从1月4号我们今年年跌三天完以后 - 整个盘市就在这边有 - 那最近今天的盘市有一个比较好 - 就是说它站上季线嘛 - 那一般来讲前几天也站上 - 可是季线是向下弯 - 那今天是季线向上左洋 - 这样虽然对盘市来讲 - 短线会有一个助长的力道 - 这个是你在短线这里面 - 会不会在这边找到一个地方 - 因为你有长假期有关系 - 所以我们大概就说 - 你目前盘市在这边 - 如果国际股市没有再大的变化 - 那你撑在这边等 - 我们2月5号行中开红盘完以后 - 大家才会真正的去做今年 - 我们经常讲的说 - 我个人经常讲说今年用八个字或十二个字 - 来形容这个盘市 - 先蹲后跳 - 红酒 - 酒就是西岩的酒 - 红酒必涨 - 红铃昌奔盘 - 所谓铃就是2020 - 这十二个字 - 但今年先涨还是不错啊 - 今年先涨 - 就是说红酒 - 因为我们上次有报告扣嘛 - 就是说57年来 - 我们只要西岩的酒 - 大概都涨 - 而且前两次是涨3% - 可是后三次 - 有一个涨八十几% - 七十几% - 还有一个三十六% - 所以我们红酒必涨是说 - 因为你红八常跌嘛 - 所以蹲下来以后 - 再来就会涨 - 那这个红酒必涨的话 - 就是说先蹲后跳 - 我们现在就说 - 现在已经蹲到1月4号的9319嘛 - 那要蹲到说 - 我们以前的话 - 很多人都说 - 预测会到某一个低点 - 那我们目前大概是在9319 - 大概是在 - 好 这个记得喔 - 刚刚杜老师讲的 - 这个今年的行情是先蹲后跳 - 然后逢酒必涨 - 因为台股57年来的历史 - 只要是西元尾数久的 - 没有跌过的 - 最少也涨3% - 最多会涨70% - 所以说今年 - 大家要把钱捞一点回来 - 但是呢 - 逢林长崩盘 - 而且都崩了很严重 - 而且都崩了很严重 - 杜大哥还要再加一句 - 而且都崩了很严重 - 也就提醒大家 - 明年恐怕日记败过 - 那刚才杜大哥讲说 - 台股今年开盘以来 - 最低点就是1月4号的9319 - 当时台积电最低跌到206块半 - 那今天台积电收220块半 - 那大力光上个礼拜五 - 礼拜四法说会完之后 - 礼拜五股价大涨 - 对 - 那台积电明天又礼拜五了 - 对不对 - 那台积电虽然说 - 今天看起来这个法说是利空 - 对 - 杜大哥你觉得台积电股价会涨还会跌呢 - 短线上当然很难预估 - 是吧 - 我们先讲一个大因子 - 因为我个人看今年先蹲后跳嘛 - 那台积电大盘如果要走高的话 - 像我每年都有做成交量前五名 - 跟成交股数前五名的 - 各位听众可以上我的脸书去看一下 - 我已经挂上去 - 那这五支的话成交上第一名就是台积电 - 第二名是国际嘛 - 第三名是华兴科 - 第四名是红海 - 第五名是大力官嘛 - 这是去年的嘛 - 去年的 - 所以你看前五名我练的 - 里面有三支是瓶盖嘛 - 有两支是被动人间嘛 - 可是这五支里面你可以看到 - 我们大力官是腰斩嘛 - 那那个红海有没有 - 得了差不多快腰斩了啦 - 那被动人间这两支更不用讲 - 砍了大概都是腰斩 - 一千三跌到两百多 - 两百多 - 现在位置还跟他调平等 - 那这五支里面只有台积电是 - 存在高点 - 存在高点 - 就刚才讲的两百多块 - 那五美年大概是台积电法说会晚以后 - 他尝试报表晚以后 - 我都有做一个表 - 就是用巴菲特皇法去做的 - 用EVA - 经济附加价值表加DCF - 那五美年大概都做一个 - 像一百零六年做的话 - 他的真实价值大概两百五十七块 - 后来台积电配股配了八块钱嘛 - 大概两百六十五 - 是他的高点 - 那后来台积电到两百六十六 - 两百六十八是他最近的高点 - 两百六十八是去年的最高点 - 那一百零七年就晚下降 - 大概是差不多两百二十七块左右 - 那如果两百二十七块你加配股八块钱 - 大概就是两百三十五块 - 所以如果按照我刚才讲的那一种方法 - 是我们价值分析里面 - 最比较可以解释股价变动的一个 - 大概我有做过台积电二十几年来 - 可以解释台积电股价变动大概五十五%左右 - 就是比我们的EPS大概只能解释股价变动十三%嘛 - 就是说我们在价值分析里面有一个东西 - 大家可以记得 - 结果每个月十号公告的营收 - 大概可以解释股价变动大概八% - 那像今天台积电法说会不是有公布 - 他刚才木花雄讲了三块多嘛 - 今年大概赚十三点多嘛 - 那EPS可以解释股价变动大概十三%左右 - 那经常我们用的所谓的那个ROE - 像今天我看一下那个台积电的法说会资料 - 它ROE股东前一变... - 那迫酬率大概22%嘛 - 已经很高嘛 - 像我们金融股 - 我们大盘到七年的话 - 我们ROE是十二点多 - 台积电22%是相对高的 - 相对高的 - 相对高的 - 那在我们价值分析里面 - 用ROE解释股价变动大概23% - 那用Cashflow解释的话大概33% - 那用EVA解释的话 - 大概在美国的实证资料里面有大概五成左右 - 所以EDA最准 - 所以EDA最准 - 可是五成多就跟我们技术分析一样 - 那你还是有一半 - 一半一半 - 那大概52%啦多一点 - 所以有人经常问我说 - 技术分析比较好还是价值分析比较好 - 我说一个52%一个48% - 你还有48%不能解释嘛 -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比较懶惰去看图形嘛 - 那多大哥今年如果用EVA来评估台积的股价大概多少 - 因为我刚才讲 - 我每次都会等他 - 今天不是财报公布了嘛 - 那他有尝试报表完以后我才会算 - 我算完以后我大概会在脸书去订 - 我106人有挂上去 - 107人有挂上去 - 那一般来讲的话 - 理论上他每年用EVA经济附加价值表加DCF - 这个算的是比较准的 - 因为一般我们在股价就说 - 我希望你有一条合理的value - 我们中文把防疫为真实价值 - 或是内在价值 - 每天台积电在跑的话 - 是它的price 它的股价嘛 - 市场价值 - 对 一般我们国内90%的投信 - 都是用本益比model -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台积电 - 假设说13块6 - 那这个EPS已经出来了嘛 - 可是它的本益比台积电20几年来 - 它最低的本益比6倍 - 最高128倍 - 你要怎么去算 - 这个range太大了 - 太大嘛 - 如果用最近的话 - 你用15倍算嘛 - 所以来讲 -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股价很可爱的地方 - 是说我们都知道台积电 - 大概你抓13块到15块 - 就是大概都不会变嘛 - 尤其加配股配息 - 可是它的本益比较多少倍 - 6倍到128倍 - 也是它有史以来的一个 - 它的一个超涨超跌的一个 - 一个便宜比 - 所以我们经常都用这一种来评估 - 可是我刚才有介绍的那一种方法 EVA加DCF的方法 - 大概每年都会算出来 - 所以刚才回答那个孟花兄这些计划 - 算出来如果说你以7年107年 - 它是220几块以下 - 都是它所谓的真实价值以下的低点 - 低点 - 那我们股票最懒的地方是说 - 你合理的低点跟高点完以后 - 我们经常股票有一种东西叫超卖超卖 - 就是说你低点在这边是可以买 - 可是股票市场有时候过度悲观 - 有时候过度落观 - 那这一段是我们一般投资的时候 - 会受伤或是你卖完以后它又喷出去 - 喷出去完以后你又去买回来 - 这是最懒的一个地方 - 考验人性的地方 - 对所以这一种的话大概每年 - 等它尝试财务报表出来以后 - 我大概都会做一下 - 这是我们可以介绍一种方法 - 除了说你本益比Model完以后 - 你可以用这一种EVA - 经济附加价值表加DCF cash flow - 那巴威特在评估他的书里面评估方法就是用 - 用这一种所谓的数月值潜力加DCF去算的 - 那大家可以尝试的台积电可以去做 - 那你以这种方法你可以去看我的脸书里面有这一种 -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波台积电1月4号跌到206块半会上来嘛 - 所以其实它已经跌到了它的内涵价值 - 内涵价值 - 资料我就拿那一张图 - 就是说按照EVA的方法 - 台积电到260 - 因为我算算是257嘛 - 你再加8块钱的现金股利有没有 - 大概推就265 - 就用这一种 - 结果你如果说讲的是302块 - 那你这个都已经是操账了嘛 - 那一般来讲这个Value - 是我们在这个行业最懒的一个东西 - 比如说你问台积张作模 - 或是问任何金融股说你的Value - 就像我们目前得到比较深的两支股票 - 富邦金跟国泰金 - 你看他们每次出一个报告 - 都有一个UV 有没有 - 隐含价值 - 有没有 - 可是你们看到隐含价值好像很高 - 可是现在市价很低嘛 - 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个Value跟Price - 这两个是我们这个行业非常懒的一种东西 - 我经常想说去整理这个Value跟这个 - 所谓Price的东西 - 那我尝试大概用几种方法 - 以后大概有机会我大概在脸书再介绍一下 - 我已经有想出来就是说 - 我们除了本益比Model - 完以后还有EVA - 另外你会看到很多的书 - 它是用倒推法 - 譬如说你现在的Price是多少 - 假设我们刚才讲 - 刚才梦花相讲的台积电是220几块嘛 - 那你现在台积电220几块 - 你是13.6嘛 - 你把它倒算出来本益比多少 - 那把它换算出来本益比 - 假设我们现在数据上没有计算机 - 假设说算一下大概15倍左右 - 我现在忙要算 - 算一下 - 我们以220几块算它13.54 - 那你把它倒算 - 16.24 - 16.24 - 16.24 - 有一种人是这样 - 你算出来16.24 - 你去看最近台积电的本益比 - 这5年来本益比16.24是高嘛 - 那就代表它贵 - 用这样 - 就说我不要推未来 - 因为未来我也不知道你赚多少嘛 - 赚13、14 - 因为刚才讲的 - 我们有时候上半年老下半年不好 - 那他也不讲 - 他就说你今天台积电划说我已经出来 - 确定了我用今天要说房价去倒推你的货令也固定了 - 我不推明年的嘛 - 那你16倍 - 我就看这几年来你的16倍是高啊低 - 如果高我就明天卖国家 - 低我就嘛 - 这一种是他用事后已经确认的东西倒推 - 而且这个 - 这本书是最近我在那个环宜财经 - 他有一个书 - 他是用巴菲特跟伎量的方法 - 提出来的方法 - 那一种方法 - 他所谓的EV企业价值完以后 - 他用倒推的 - 是我书里面唯一看到 - 用倒推法去看股价合不合理 - 比如说我法说我已经确定了 - 你大家两个人 - 我们都不会再增它的P跟EPS - 那我看北益比多少倍 - 那这个北益比到底合不合理 - 我刚才有讲过嘛 - 二十几年来台积电的北益比有到6倍到128倍 - 那你现在16倍到底合不合理 - 那我们用这五年短线来看一下 - 你高 - 我就是认为你最近这个价格是偏高 - 大概是最简单的方法 - 去年台积电最高的时候 - 本益比有将近到20倍了 - 对啊 - 就是杜大哥刚刚讲268块的时候 - 对啊 - 因为去年他赚13块嘛 - 对啊 - 13块的话268块他本益比就20倍了 - 那就马上修正了 - 你就会修正下来 - 而且每一年你的 - 像我刚才讲那么大的一个Lange - 6倍到100倍 - 你还有时候还会稍微去修饰一下整个大环境嘛 - 因为我们知道 - 为什么有的 - 各股的本益比会给他六七倍 - 有的会像说我们讲的那个 - 那个联花科啦 - 那些IC设计的本益比就会给他比较高 - 有没有 - 那主机板啦 - 或是那些 - 比较低 - 比较有六七倍 - 因为他们有一个GOS成长性的关系嘛 - 这是每个行业都大概不一样 - 这是大概从台积电这一种 - 因为我大概 - 每年大概都会把台积电的 - 这个基本面把它非常完整的做整理 - 大概这里面稍微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 好的 -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 因为1月4号的低点是9319 - 9319会是最低点嘛 - 就是杜大哥讲的第一季先蹲嘛 - 那后面再跳嘛 - 可是上一次杜大哥来讲 - 他预估的低点是9100点 - 9180 - 其实杜大哥很准 - 9300跟9100差没有多少 - 很多人看很悲观8500 - 但是杜大哥是绝对不会那么低哦 - 结果我们看到大盘9319就弹上来 - 今天已经弹了500点了 -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 酒吧新闻台 - FN98.1财经一路发 - 我是阮木华 - 1月30封关嘛 - 那2月5号开红盘嘛 - 所以呢 - 现在剩下9个交易日 - 听众朋友 - 还有9个交易日 - 你要拼多少钱回来呢 - 在股市能拼多少 - 那拼多少 - 要看我们杜大哥怎么教我们 - 我们继续请教资深证券分析师 - 杜金龙 杜老师 - 在我们节目现场 - 杜大哥 - 这个9个交易日要怎么做啊 - 9个交易日的话 - 休息吗 - 就是 - 如果我们有时候 - 我所养就是赚一些菜钱啦 - 菜钱 - 您太客气了 - 可是我们股票市场经常有一句话 - 就是每天赚一只鸡啦 - 可是赚就赚一条牛 - 然后就是一个场位你就赚掉 - 大概是这样 - 所以可以差不多 - 你想要玩就玩一下 - 可是我们也经常讲 - 股票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嘛 - 你不买总是有人会买 - 所以因为你卖掉还是有人会买 - 这是我们大概 - 再怎么样 - 今天也有9百亿的成交量 - 对对啊 - 整个来讲 - 那我们刚才讲说 - 对不起 - 我每年大概 - 到过年时候我都会做一个 - 就是说把节气啦 - 春节 - 端午 - 端午 - 跟中秋 - 那中秋 - 到我们7年的中秋 - 缩盘是10972嘛 - 那到现在今年9千7百多点 - 所以理论上 - 中秋到春节这段期间 - 今年来讲应该是跌嘛 - 可是以前的记录本来就是 - 中秋到春节就比较不容易长 - 我们57年来大概只长了25次 - 跌了31次 - 跌的机率比较多 - 中秋到春节跌的机率比较多 - 而且它的报酬率只是1.78 - 那如果是春节到端午 - 就假设2月5号行中开红盘以后 - 它大概报酬率是8.4 - 比刚才的1.78 - 那好很多 - 要把握行中开红盘之后的行情 - 而且它长的机率是34次 - 跌了22次 - 长的机率高很多 - 那最好的话是端午到中秋 - 它长的是8.58 - 而且长33次 - 跌24次 - 所以我们如果切三道的话 - 最好是端午到中秋 - 大概如果把1年切三道 - 那我们又回到现在 - 但是春节到端午也不错 - 也不错 - 那我们现在提了一个东西 - 其实春节到端午 - 我们刚才讲不是涨8.4嘛 - 涨34次跌22次嘛 - 可是我刚才去看一下 - 诶 红猪脸 - 因为我们明年是猪脸嘛 - 所以我去查一下历史 - 我们民国62年猪脸的时候 - 那一年大阪是涨7.6 - 那还不错啊 - 中秋到 - 有符合到趋势 - 趋势 - 可是在72年12年后 - 它是跌0.19 - 再加14年84年的话 - 是跌10.5 - 哇那跌多了 - 跌多了 96年又加12年 - 跌15.73 - 哇那跌更多 - 所以这四次 - 我们以猪脸来讲 - 总共有四次 - 上第一次嘛 - 后面三次都跌 - 加该要跌10几% - 那我们今年108年嘛 - 1008年 - 你从2月5号猪脸到端午 - 就是我们统计資料 -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 所以马上要进到猪脸了嘛 - 那就是过年以后 - 那中秋 - 那春节到端午会跌哦 - 因为我们的定义是 今年是先蹲後跳 而且剛才台積電也講 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比較好 我們股票市場 最怕是說像氣冷一樣 開高走低 對我們來講 最後你就是受傷 開高走低就是什麼都沒 而且氣冷 氣冷的話 因為我現在在完成台灣政見時 107人 我現在在寫大事記 所以我去年把107人大事記每一條 我12月28號說 我去那個中央通訊社 買那個世界人件 它裡面有大事記 寫到107人10月份只差兩個月 那我把全部的大事記 把它整理完 因為我發覺 就剛才有跟沐華雄講的 我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回歸下去 對對氣冷 就氣冷整個 我們都認為 股票市場跌 我們跌了8.64 中美貿易戰爭 可是不是 我們知道 氣冷 那是跌什麼 8.64是加權指數的跌幅嗎 就我後來發覺一個結論 就氣冷美國 在2月5號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跌3000點 對啊那是崩盤啊 那時候他沒有提 葉倫當會的主席 他提鮑威的 鮑威的 鮑威的 鮑威 如果的話跌大跌就是1月份 那時候是他提名這個鮑威 另外第二次大跌的話就我們10月份台股大跌嘛 美國是12月多那時候他第9次調高利率 那川普一直在爆戰 一直說你不要調啦 因為股票市場已經這樣 報額還是繼續調嘛 所以美國又大跌 後來才尾巴拉下眼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氣冷真正後來跌的話 就是因為那個會的不聽他的話 華爾街歷歷的關係 那我們講我們氣冷有中美貿易戰爭嘛 我們把他三次的時間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7月6號 第一次我們他真的開增了10%的關稅嘛 那時候我們台股真的有大跌 跌到10523 跌了大概600點 所以第一次中美貿易戰爭真的有跌 可是第二次8月23號的時候 我們只跌到8月10606 我們就不會再最低了 第三次9月24號 美國又開增嘛 開增2000億的那個關稅 我們既然沒跌 我們漲到11037 我們就9月26號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大家一直認為 90天的貿易戰爭是3月1號嘛 可是去年 有三次中美貿易戰爭的時間 大家去查一下我剛才講的日期 就是說我們的7月6號 8月23還有9月24 就是說我們經過這三次完以後 他那個大盤的殺傷力是越電越高 後來最後一次完以後就不跌了 所以杜拉根你的意思就是說 美股在跌的是跌聯準會 跟聯準會相關的 相關的利率 因為那個川普不按照以前美國總統的慣例 以前美國總統的慣例是說 我這一任的總統我是提名下一任的會的主席 我不會把你A輪拿掉 我繼續讓你做 我做得到說你已經自然下台灣以後 我再提下一次的總統 那個會的主席 這是人家在講 所以我總結就是說 其實美國7年跌了1月份跟12月份最大 就是跟華爾街有關 那中美貿易戰爭雖然有會啦 有中間有盤中會有影響 可是對於美國來講的話 我今天如果發覺對於我商 我就不要再去中美貿易戰爭啦 對不對 我就可以說嘛 他隨時可以改變 對對對 這是我大概這一陣子 整理107年那個大事記 把那個中美貿易戰爭 跟所謂的那個美國川普提名 那個會的主席跟這個華爾街的事情 所以聽眾朋友要注意 杜拉根這個整理的蠻寶貝的 就是說美國股市真正會大跌暴跌 其實是跟利率有關的 對 這個跟基本面有利率有關的 這才是美國股市最看重的因素 並不是什麼中美貿易戰 什麼脫歐這些事情 那些跟他家都沒關 對啊 而且你看到最近不是美國比較強勁嗎 就是說 爆爾是說 我們現在改變口供啊 改變口供啊 用到音歌派嘛 有沒有 就說我本來已經調了11次 完以後這一次剩下兩次嘛 要不要調 大家可以商量 不會口氣那麼硬 我們最怕是說 如果美國股票市場又反彈到一個高的 又來了口氣又拼硬嘛 這是我們要注意那個中美貿易戰爭 對他這個美國跟大陸兩個的一個影響不一樣 的確啊 2月份那次美股的暴跌 那當時大家就講說是華爾街給那個包爾下馬威 對啊 那就因為那時候川普就把夜輪換掉 對啊 可是他那個是打破人家以前的慣例就對了 所以後來 聯準會主席沒有說沒有連任的 對啊 都把連任的太過分了 而且是這樣 而且你看他那一天是2月5號 剛好我們過來 所以我去看一下那個大事情 有一天跌一千多跌 有一天跌一千六百跌 是由時來美國跌幅最大 就是我們大概提供給大家 那個大事去整理 那另外我們剛才講的 好我們這邊路阿哥我們要休息一下 等一下最後一段回來要請教您 就是要什麼選什麼選什麼股票 這很重要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聊到節目現場 98新聞台 FM98.1 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跟正一下 我剛剛有點算錯 還有九個交易日 就1月30號是農曆新年的封關 那我們是到2月11號開紅盤 2月11號開紅盤 所以今年封關總共要休11天 這是休的史上最長的農曆封關的假期了 所以我們金融業的證券業的朋友好好去度個假 剛才杜大哥有講 這個2月11號回來之後才是今年真正拼殺的開始 對不對 你今年要好好把握 因為還記得杜大哥今天一開始跟大家講的那個八字真言嗎 還記得嗎 先蹲後跳 逢酒必掌 今年是逢酒 但是二逢林長崩盤 這個當然就大家明年再說了 所以農曆年放假回來之後大家要拼績效了 這個要拼績效到底要拼什麼類股 我們今天請教辭聖證券分析師杜金融杜老師在我們節目現場 杜老師那我們要拼什麼類股呢 我們大概有幾種方法給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從技術分析的話很簡單嘛 你今年10月26號最低點是9400嘛 今年1月4號最低點是9319 你只要看那個股價沒有在破底的 股價沒有在破底就高高在上嘛 這是純粹的 那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就是已經站上季線的股票就相對強 對可是這個是其中 對就說你至少找那個沒有破底的 那另外我們可以從最近可以看得到 這幾天我每天下午都在檢查個股 中概有在漲 你看那個百合中株 百合漲了多小有沒有中株 默默的就漲那個一個中概嘛 那像今天有一些中概的 因為我個人都認為 中像那個所謂ETF那個股票 就按照我們民國81年 台灣加入MSC來玩以後 我們三年後也太大漲 民國85年我們大漲 那兩年前大陸納入A股 如果今年第三年嘛 大概有一個機會 另外我們看到最近金融股有沒有 董監改審的股票嘛 像英大金今天差一毛有沒有就串波段高點 還有新掛牌的那個上海商業 之前就一直漲 對一直漲 尤其這幾天漲 所以在金融股這裡面有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從商品來講 我們的油價從24塊反彈到70幾塊 那最近崩盤到42塊嘛 所以讓很多油價的股票都要大跌嘛 大跌完以後 如果說我們認為零年不是衰退 是有一個反彈波嘛 我們最怕你衰退完以後 你當然油價會跌更多嘛 這是裡面 那我們一直把它定義要於說 紅酒會有反彈的機會 而且漲還算不錯 所以來講油價應該也會反彈 所以油價的這些股票 相對七年基期比較低 你不要說 那一般來講任何商品都是這樣 你只要基期低都是好 那另外我們就推薦蘋概嘛 跟亞洲金融風暴一樣 他也是跌了兩年多 跌到隔年的那一年的5號 2月5號就開始大漲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大家去看大力觀 大力觀也是兩年前有沒有 8月一直跌跌跌跌到這邊 對不起 那這個蘋概跌深緩彈 也是其中的一個類股 大概推薦這四大類股 大家可以去作夢一下 我覺得剛剛杜大哥講那個很重要 一開始講的就是說 沒有破9400點低點跟那個9319的低點的個股 9319的低點是1月4號手創下 所以聽眾朋友你可以去檢視一下你手上的個股 那在1月4號當天 你手上的股票有沒有破底 如果沒有破底他就是相對大盤強勢 那如果說他是領先大盤見底的 可能他在去年年底就見底 然後然後或是說去年的10月11月就見底 然後就一路就慢慢上 然後呢 今年的1月4號一開盤的三天交易日沒有破底 那這個就是強勢股啦對不對 另外如果你更嚴格的話 我們去年不是10月11號有一次跌660點嘛 那一次跌到9600 有的股票就是那一天最低點在那一天 阿晚又我們後來不是9400 9319嘛 有的很強的股票就是那一天是最低 就是說那時候不是跌600多點 很多人都崩盤嘛 愛好騙A嘛 可是後來不是拉下影線嘛 可是很多股票落底就落在那一天了 他就是在9000 我記得那時候的點數是9600多點 後來我們不是回馬牆破了9400嘛 對不對 很多強勢股就是那一天開始做的 就是更強的話你可以往那一天去 去找你那個整個股票的一個 對不起 股票的一個K線圖 這是最快的一個方法去篩選 所以杜大哥我們應該就您今天所講的做一個結論 其實今年應該最甜美的一段行情 就是說我們應該講說 今年或是說馬上要進入到農曆年 最甜美的一段行情應該是端午節到中秋節 對不對 這段時間一定要把握 因為這個8%喔 上漲的機率很高 另外就是總統大選前後的30年 反正不是在選前就選後就對了 選後就對了 這兩段是比較 所以這9天的話回去好好的選股 做認真賺 不是賺菜錢 是賺一條牛 加菜錢 我們要牽牛回來了喔 我們不要只賺雞喔 不要只賺一條雞 然後賠了一條牛 那杜大哥你有研究嗎 總統大選前後會漲什麼股票 一般來講有一類股廣股 因為廣股是政府比較好控制的 那因為像電子股還要國際股市嘛 所以我一直在推薦金融股就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它機器比較低 而且金融股是政府一個貨幣政策 就可以影響的 大概每次你沒有 廣股的話以前大概比較明顯 就是說有官方色彩的這些股票 大概就要 不然你就是買那個四大基金 值股比較多的嘛 因為現在四大基金都有公管 台積電啊 對啊台積電是 因為台積電外資比重比較大 所以你去買那個 現在四大基金網站都會有公布嘛 你去把大行庫裡面買的這些 大概就因為我比較容易動到 這個所謂的籌碼的東西嘛 以前我們在國民黨時代的話是很容易啦 我們都會點名哪一支哪一支 大概都會有這一種 就像我們以前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以前誰當選總統 哪一個人跟他有關呢 就有一個什麼總統概念股 有沒有 像朱立倫 其實小英也有啊 對小英嘛朱立倫啊 風天啊生技啊 或是以前的蘇貞昌啊 或是我們以前還有開玩笑說 馬總統的話不鏽鋼也會大漲 也會不沾鉤嘛 這個開玩笑啦 就是都會有一個聯想總統概念股 對好 朱立倫以前都是掌倫菲啊 倫菲嘛 那個倫菲啊 倫菲啊 倫菲他舊的廢物啊 他以前蘇貞昌我們也要講說太陽能會長 因為他是廣東 這是開玩笑的啦 就是聯想的一個東西 可是總是會用一個東西去讓他漲三層 好 漲三層喔 聽眾朋友要把握喔 非常謝謝杜金龍杜老師 謝謝